还有十几天的高三的学子就要迎来他们最重要的时刻高考 高中生三年都在为高考心情的准备 但是沙士中学高二的学生技超很轻松 因为一份来自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早已送到了他的手上 不仅如此沙士中学还和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今后沙士中学会有更多的同学前往美国北爱荷华大学深造 十七岁的技超是沙士中学高二奥赛班的一名学生 今年三月二十六号他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是我一直到美国读书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到现在终于可以成为现实了 北爱荷华大学被誉为美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 正如技超所说进入这样的学校是他的梦想 从初中毕业的暑假赤身一人去美国旅游开始 他就萌生了以后在外深造的念头 然后在课堂上老师布置任务一般都是 让学生充分发展自己的想象能力 都是发展同学之间的自己的动手能力 然后让同学们回家之后自己动手去完成 比如这个美国的大学呢 他除了看中我们的高考成绩以外 他更多的看中学生那个中国数字的发展 特别是学生的自主学义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和一个社会的责任感 所以他这个方标就比较多 技超受到了北爱荷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克里夫商西教授的青睐 并直接将他提前录取 同时也给沙士中学更多的同学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技超同学被北爱荷华大学物理系录取以后 北爱荷华大学决定与我们学生合作 我们学校每年要派可以保送三名学生 到北爱进学习 只要是沙士中学推荐的学生 北爱都予以录取 从2012年4月27日开始 北爱荷华大学物理系和湖北沙士中学的合作开始实施 给更多想去美国深造的学生 又开辟了一条便捷通道 这个沙士中学和北爱荷华大学的合作 一直第一期是到2014年为止 然后北爱荷华大学进行重新的符合 对所有沙士中学的学生进行评估 如果非常优秀的话 北爱荷华大学所有的专业将对沙士中学开放 据了解 这次除技超被北爱荷华大学提前录取外 沙士中学另外五名学生也分别被保送至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公费留学 江汉丰记者报道 江汉丰记者报道